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现在出门旅行 有了各种不一样的住宿方式 随着Airbnb的兴起 大家去民宿住宿 已经成为了一个潮流 那么现在就有最新的法律出台了 对于家庭旅馆化 有了不一样的规定 Airbnb就是说 它其实指的是什么呢 它就是说指的 它是一个网络平台 对吧 它可以使那些 就是说自己有房子的 或者是有多余的房间的那些人 愿意把自己的这个 就是说房子短期的出租给别人 可以可能是游客 有可能是学生的那些人 可以通过这么一个网络平台 向全世界的 就是说做个广告 可以把你的这个 就是说房子出租出去 它这么一个平台 这Airbnb它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说是在2007年的时候 有两个就是说大学毕业的学生 从德州来到了这个旧金山 旧金山的房租都是很贵的 房子本身的这个就是房价也很高 那他们呢租了一个就是说 这个公寓以后呢 发现这个房租很贵 他们就是觉得付房租很吃力 那他们那个就是说 公寓呢里面正好有一个客厅 他们就在客厅里面 铺了一个就是说 充满空气的这么一个matrix 就是说床垫 Air mattress 然后呢就是把他们 这个就是说客厅出租给别人 一个月800块钱 一个月1000块钱 这样的话就是说 替他们就是说 补贴一下他们的这个房租 这他们就是一个概念 后来呢他们把这个概念 就是说扩大 然后呢就是说 去真正的就成立了一个公司 就是说像所有的那些人 都有这个房子的 有可能是一个客厅的 有可能多余的一个 就是说这个房间的 都可以通过他们这个平台来招租 像通过这个网络平台 像全世界招租 因为这个就是说 Airbnb呢 它bnb大家知道是 bed and breakfast 就是床和早餐吧 这是英国的一个发明 bnb 一会可能见一下 所以说它Airbnb 它其实是个Air mattress 这一个早餐和这个就是房子 床和这个早餐 那这个就是说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旧金山硅谷 就是说以这个创业而著名的 有硅谷 有这个电脑啊 各种新产业的这种就是创业 包括这个Air lift 包括这个lift和这个Uber 都是一些年轻人 在这个旧金山创业的 那么原来的这个就是说 从德州到了这个旧金山的 两个这个大学的毕业生 钱不是很多 都付不起房租的这个人 就通过这么一个创业呢 他们现在这个公司 在全世界5000多个员工 有20几个就是说分公司 他们现在这些人都是摇身一变 都是成了这种意愿风了 对就是这种民宿 就是说主要的就最近嘛 就是在这个去年12分的时候呢 洛杉矶市的议会通过了一个法律 使这种就是说家庭旅馆业合法化 就是你自己的自住屋 假如说有多余的一个客厅 有多余的这个房间 你可以把它短期的出租给游客 或者是学生 这样有两种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说是 对着洛杉矶的居民来说 因为很多年轻人刚刚买了房子 还在就是说付房贷嘛 可能是薪水阶层 那个就是说这样的通过 把这些房子出租以后呢 可以给他一些补贴 帮助他们付这些房贷 那因为大家知道洛杉矶呢 就是说是一个美国第二大城市 也是全世界很有名的一个旅游城市 有很多的这种著名的旅游的景点 对吧 有这种就是 就是有好莱坞 加州洛杉矶地区呢 每年有五千多万的这个观光的游客 那他们这些人当中 很多有钱的人可以住六星级的饭店 对吧 住五星级的四星级的 对吧 就是Hilton之类的 那就是它本身呢 它的预算每天只有一百块钱 那它怎么办呢 那除了住这个就是说Motel 6这些低端的这一些简陋的这一些酒店以外呢 他们也可以通过这个Airbnb在上面找到在洛杉矶这些有这个房子的可以短期出租的这些这个房子去租他们的它比较比较便宜 同时呢就是说你住在洛杉矶当地居民的家庭里头 也可以就是说了解美国的文化 假如说你是外国学生的话 对吧 你本来就想来美国学习 学习英语 也可以通过跟这个主人的互动提高你的英文 了解美国文化 也就是说你出租你的房子 假如说你有两三栋房子 这个本身就是投资屋 长期出租 这个一直是合法化的 但是呢去年12月份洛杉矶市政府通过的这个新的法令主要是针对于这种家庭旅馆业的这个短期的租赁 就是你的自租屋 你每年想出租短期出租一个星期 比如说给这个游客或者是两个月给一个游客 这样的一种情况 短租它的界定就是说120天 你的房子出租120天以上一直都是合法化的 就是说在120天以下 你有可能是一个星期 有可能是两个星期 这种短租以前是非法的 但是呢就是到目前还是非法的 只是说去年12月份 2018年的12月份洛杉矶市政府通过了这个新的法规 但是新的法规生效日是2019年的7月1号 对2019年7月1号之后 你的短期出租 你的这个自住屋的话呢 那就是合法化的 有道具说 假如说你的自住屋 你自己居住的话 就是对安全的要求相对低一些 对吧 因为你自己住嘛 假如说你自己不想装这个就是说自动喷水装置 也没有就是灭火器 也没有就是烟雾探测器 也没有燃花碳的这个就是说警报 这些之类的东西 那假如说你自己对你的安全都不关心的话 那当然你就是说这个责任自负了对吧 假如说你把你自己的房子拿出来做这个商业的这个租赁 招租让其他的这些观光游客来入住的话 那你就必须采取一些安全措施 所谓叫Opt-Code 要符合美国当地的这个就是说加州的这个房屋住宅的安全法规 Opt-Code 那就是说你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个安全的这个逃生口 就把exits 有emergency exits 也有自动的这种灭火装置 有喷水装置 有这个烟雾探测器 液氧化碳的这个警报 就如此类的 其实这个法新的这个法规的通过最大的阻力呢 就是说有两派人士 第一派当然就是说旅馆业了 因为洛杉矶每年有5000万的游客 游客就这么多 假如说你把你这些自己的房屋都开放了 都开始招租了 让游客都住到你们家里来了 对不对 那当然对这个旅馆也是有一个影响了 人数就这么多嘛 住了你的家里边 那他就不能入住这个酒店了嘛 所以说这个酒店的这个产业 对这个新的法规一直是持反对这个意见的 另外一些反对人士就是说 有一些叫做所谓的neighborhood committees 叫做邻里的这些委员会吧 这个所谓的街区委员会 因为本来比如说好莱坞 比如说这个Santa Monica对吧 人家非常非常很安静平和的这个就是说住宅的区域 突然哗啦来很多的游客 打包小箱子 骑着这个车子来车子去的对不对 那那这这草草荣荣荣的就是这个人家的环境呢 就是说不那么安静了 所以说一些街区的这些委员会也是对这个就是新的法规 是持反对意见的 就是说这个merchants是有好处的嘛 他们来洛杉矶旅游就要花钱对吧 那对于洛杉矶的这个经济是有促进的 同时呢对那些洛杉矶的居民就像我刚才说过的 有些年轻的人刚刚买了房子 还在就是说很艰难的付着房贷 让他们呢就是通过他们多余的房间 多余的客厅出租 然后呢就是说有一些额外的收入 可以一些补贴一下家用 在每一个新年来到之际啊 大家都会对一年有一些规划 也特别会期许很多在一年里啊 我们每个人会经历些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喜欢看看风水 我们在过去几期的节目中 也有请到专家老师来和我们谈谈 不同的生肖属相在今年的猪年里有怎样的运程 那么现在啊我们就来看三个在这个猪年里 特别旺的属相朋友了 那他们到底是谁呢 在2019年这个猪年里面呢 要恭喜一下三位属相生肖的朋友 在猪年里面的运程是相当好的 大家其实也听过在立法当中 对十二生肖有很多的注解 那尤其是在生肖和生肖之间呢 有很好的两段关系 一个是三合的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六合的关系 那很多朋友在折偶包括是折生意 这个伙伴还有请员工的老板呢 都会算一算 他的生肖跟我的生肖 是不是三合和六合的关系 所以讲到这个猪年呢 大家已经猜到了哪些生肖 是比较好的运气了吧 首先我们要讲一下就是属兔 还有属羊这两个生肖 这两个生肖呢 跟猪的关系叫三合的生肖关系 也代表着大家会有互相的一个帮助性 那么想一想呢 如果榴莲太岁是属猪的话 那当然属这个兔跟羊的朋友 肯定是非常的旺的 那么属兔的朋友先要恭喜一下 因为属兔的朋友呢 已经连续犯了很多年的太岁了 到了猪年呢 终于可以 哎呀真是羊眉吐气 那么在这个猪年里面 可能是相当的开心 因为是处处缝圆 缝的都是善缘 然后要抓紧时机 尽量去把这个好的运气 做多点对自己有帮助的事情 那么在财运方面呢 可能要注意就是 可能赚钱的机会比较多 要注意谨慎的减 就是去选择 因为花多的话 可能就会令你就是 会乱了自己的心性 那么很多时候呢 可能要先看看 哪些投资是比较快可以回报的 如果放得太长线 可能对于属兔的朋友 不是太有利 另外要说一下属羊的朋友啦 哇属羊的朋友非常好 我们知道其实属羊的朋友 是十二弟子 所有生肖当中的大贵人 所以交到属羊的朋友 是非常好运的 因为属羊的朋友 一个特性就是很善良 天性非常的温和 那么跟善良和温和的朋友 交往会很舒服 另外属羊的朋友 他是有奉献精神的 所以到了猪年里面 其实属羊的朋友呢 他的人际关系会更加好 而且他有很多的贵人心会相助 另外赚钱的机会 也会大大的提升 所以属羊的朋友呢 在连累要多帮助别人 把自己的那种善良 更加发扬光大 这样子其实我们说 种出去的爱 就会回收更多的爱 所以也先恭喜属羊的朋友 那么还有一个生肖呢 其实我们还是要重点说一下的 因为属猪的朋友呢 其实呢 他相对来讲呢 他跟属鸡的朋友也是比较好 那么鸡呢 其实我们知道也是连续犯了 三年太岁 到了猪年呢 他也是会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转结的一个机会 这个转折之机会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变 那么其实对于属鸡的朋友来讲呢 这个年份是属于要有 充分准备的一个年份 因为机会来的时候 可能真的是要留给有准备的人 所以说在之前 可能有很多运上的一些阻碍跟挫折 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 属鸡的朋友的斗志 在猪年里面 我建议呢 属鸡的朋友 可以更加的发挥自己的潜能 然后呢 更加去邀约更多 大家可以志同道合的朋友 共同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猪年的今天 我们今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期待了属鸡的朋友 会创造更好的成绩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每个人啊 当然都是希望有足够的资产 而在报税的时候啊 往往这些资产又是我们所烦恼的 因为不同的资产应该怎样的申报呢 尤其是海外的资产 那么在今年一个报税改革的情况下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规定 我们现在接触很多客人 这个对这方面不是很清楚 像海外的这个资产申报 它是有几个 一个是这个银行资产 一个是金融资产 那它的要求呢 是你如果是有美国身份的 就是绿卡也好 或者公民也好 那你在美国境外的银行账户 你有financial interest 或者是你有signature authority 所谓的financial interest 就是你自己个人的账户 那有signature authority 就是说你有签字权 就有可能这个账户不是你的 但是你有签字权 公司账户也好 或者什么账户 你有签字权的也在里面 就是如果你有financial interest 或者是你有签字权的话 那它的这个标准就是说 在一年中的任何一天 你把这些账户的余额全部加起来 只要超过一万美金 那你就必须申报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基本上所有的移民都要报 因为一万美金 而且是把你所有的账户都加起来 所以如果是这样 这样这个要求的话 那几乎就是所有的移民都要报了 那报的话 对于财政部那边是要求的114 114A 就114本身表 然后114A是authorized 就签那个电子申报那个表 那114它基本上就要求你 要把你在你名下账户的这个银行的名字 然后银行的地址 然后银行的账号 还有一年中的最高预额 要申报上去 它不是问你年底的 而是说一般一年中的银行流水里的最高预额 所以我有些客人就问 那我有时候我个人银行账户之间互相转账 那不是重复报了吗 我说那没关系 因为他这样要求的 我们就要叫他要求的报就好了 这个没有关系 那当然如果是公司账户 就是说你只是有signature这个authority的话 也是按照他要求报 只是说在意义上是报在不同的section 你有financial interest 就是你自己账户是报在一个section 但是你有 其实别人账户 你有签字权的是报在另外一个section 另外一个叫肥巴 就是说要给国税局报的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除了银行账户给他报上去之外 还有所谓的海外的金融资产 那这个金融资产就值 这个股票啦 债券啦 基金啦 像借条啦 包括那个有现金值的这种保险 都属于这种海外的那个金融资产 那他的申报的 叫做threshold也很低了 就是说你在一年中 任何时候你这个价值超过七万五千美金 或者是到年底的时候 你这个价值超过五万美金 就是要报 那报的时候呢 是用那个8938那个表来报 他那个像银行账户呢 基本上就是和那个刚才讲的那个 一一式的宣报的是差不多的 像这种金融资产 它基本上是看你怎么持有方式 比如说你是在证券公司里 以账户的方式来持有的 那基本上你就不需要把每一个 这个账户里的每一个这个股票都保存 而是说你这个证券公司的名字 报给他 然后你的证券公司的地址 证券公司的账号 然后你在证券这个证券账号里的 大概的价值 因为这个很难准确 因为它和银行账户不太一样 因为银行账户你只要一年的流水一拉 你就知道哪一天最高 而且知道是多少 但是呢 因为它是投资账户 很多在股票里 所以你很难判断哪天是最高 因为股票本身就是高高低低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或者估计一个价值 或者是用年纪的价值 一般没有太大 那其他的金融资产 不是以这个账户的形式来出现的 而是以个人持有的这种方式 那就要一个一个报了 对像这种 这种如果是以个人名义持有的 不管是股票也好 或者是债券也好 或者是这个借条也好 那就要一条一条报 比如说你在朋友公司持有5%的股份 那你可能就要报 我在A公司大概持有多少股份 大概值多少钱 我在我借给B借了多少钱 因为我有个借条 就是我借给B 借给这个B的地址 这个B的名字 然后大概就是一条一条链 所以这种算是 只要是金融资产都是要一条链 所以114A和8938 有一部分重点 但有一部分不重点 因为114A是报给财政部的 8938是报给税务局的 所以他们要求就所谓的费卡费吧 他要求不一样 所以那就有重点的内容 但是要反正就是按照他要求的就申报了 那很多客人还会问这个房地产要不要报 那房地产实际上理论上是根据持有方式来做 如果是这个房地产是以公司的名义来持有的话 那基本上你已经把它从房地产转化成了金融资产 因为你是通过拥有公司股票或者是ownership的方式来持有嘛 所以那你就看一下 你这个 那基本上你不需要报公司下面资产 你只需要报我在这个公司拥有多少这个股份就好了 然后股份也要价值 那其他情况如果是房地产是在个人民下的话 那这个就看你这个资产本身有没有租金收入 如果是有租金收入的话 那你就必须在收入方面申报了 那就你等于在这个就等于你申报出来了 因为你在报租金收入的时候 你上面是需要告诉这个国税局我是什么地址 大概是商业还是住宅有多少租金收入 这些都已经申报 实际上理论就报出来 但是在资产申报本身它倒不需要特别的报 就是说总结一下 就是说在个人民下的房地产 如果有租金收入的话 就一定要在收入申报方面报出来 如果是没有租金收入只是摆在那里的话 它不需要单独申报 至少目前这个税法并没有要求 个人拥有者在个人民下又没有收入的话 在美国境外的房地产要单独申报资产 目前没有这种要求 我们每个人的买屋购屋 可能都是人生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这件事情也是构成了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个梦想 也成就了一段故事 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和大家去走进不同的家庭 聆听他们居住的故事和不一样的梦想新生 那么在未来的节目中 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去分享这样的心路历程 那祝大家周末愉快了 我们未来的美梦成家节目中 在共同度过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